不同视角下历史人物的两面性 当大家谈论到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时候 就会突然来了很多话题 甚至不乏口若悬河 主观一段 好像谁都可以随意评价任何一位历史人物 且听上去还很有道理的样子 尤其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很多人也开始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 来进行一番总结 久而久之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论调 甚至给某一位历史人物直接定性 不过现代人想要评价古人 还是要依靠大量现存史料的 另外也会参考到民间的各种传记传闻 这样就造成了某些褒贬过渡的局面 毕竟对于非专业的一般人来说 考证参考资料的真伪是很难的 所以轻易对历史人物 盖棺定论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你知道有哪位历史人物 被人们视为民族英雄 但在历史上却是国家的罪人吗? 一、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人们经常对某一人物拥有的刻板印象这件事 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当人们对某一人物形象有了刻板的印象后 往往给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这是因为很多民间传说 并不能完全解释某一人物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而后天艺术加工的成分比较多 举个例子来说 像经典明着西游记就是脱胎于历史的一部架空之怪小说 唐僧及玄奘法师 在历史上真有其人 但他根本不可能带着三个法力无边的徒弟到西天取经 对于生活在唐代的玄奘法师 我们普通人对他的一生经历知之神少 甚至不少书中的情节都是杜撰的 常言道历史是胜利者的舞台 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未必是真实的 但有些人把这句话奉为闺孽 进而自己脑补历史 那就是个笑话了 二 正确看待历史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在历史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典型的矫枉过正的例子 他们会对某一历史人物进行一些非历史常识性的颠覆诠释 大会认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明朝最后亡国之君崇祯帝的评价 尽管朱尤简把明王朝最终引向了灭亡 但是网络上却不乏为其叫驱喊冤的声音 甚至声称他是一个明君 另外由于这个皇帝生活上较为节俭 因此也被网友拿来举证 证明他是个身不逢时的好君王 可即便如此 任何人也无法掩盖他治理下 偌大国家出现的各种污点在历史的桩桩铁证下 网络上的矫枉过正明显是苍白无力的 简单来说 朱尤简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功绩 我们根本无法假设他是明君 都为天下苍生带来一个盛世 因此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 也会带着思维上的局限性 导致对历史人物点评的错误 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主角叫做忽延庆 就是褒贬两极化严重的一个历史人物 二忽延庆身上的争议 一一名外交官 忽延庆是很多后世文化娱乐活动中的常客 仅仅是清代的民间艺术作品中 他的形象也有多达几十种 所以他在清代的名声远超其他朝代 在大量的小说和评书戏剧中 人们都在争先恐后的议论着忽延庆的故事 并且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演绎 把他塑造成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 而看过其故事的朋友应该也了解 他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 甘愿牺牲自己的忠义之人 后来在各种影视剧中 但凡提到忽延庆 大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 这得以让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 去掉演艺小说家的渲染和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之虚构成分 不少关于忽延庆的事情都是打上个问号的 历史上他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和成绩吗 事实上他出身于将门世家 但却没能继承自己祖辈的勇猛 在成年后做了一名外交官 但这一点就和民间演绎大相近平 而他一生最大的成绩 就是促成了宋朝与金国之间的联系 当时北方新兴游牧民族势力日渐壮大 宋金两国都备受困扰 为了自身边境的安全 两国使节道一起进行磋商 忽延庆就是宋朝的代表 并且成功促成了合作 二 终究还是失败者 或许是特殊时期促成了两国的合作 让忽延庆有了很高的美誉度 当然了 能够促成和平 也算是有一定功劳的 但是在两国建交之后 商议了对付共同敌人的一些事宜 首当其冲的就是辽国 这次宋国签订的盟约 可以抗卫海上之盟 很快就有了效果 周边的一些小型敌对势力很快被消灭掉 两国的统治者都对此喜出望外 或许也是这件事蒙蔽了更大的利益关系 因此让忽延庆成为了万人瞩目 追捧的大忠臣 忽延庆本人对自己的功绩也应该是满意的 然而事实是 不管是忽延庆还是宋徽宗 都被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 他们忘记了不断强大的金国才是宋朝最大的灾难 我们都听说过国际关系中不变的铁律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说到底金国和宋朝建交 还是本着消除自身外在的威胁 宋朝出力不少 但最大的获利者却是金国 最要命的是宋朝一直沉醉在所谓太平盛世中 不能自拔 完全忽视了金国的崛起 最终在辽国覆灭后 对方撕毁两国盟约 进而大军南下开始攻打宋朝 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靖康支持 究其原因 个人认为恐怕和忽延庆的外交政策不无联系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绝非后世民间小说演绎中的就是英雄 而是导致北宋覆灭的罪魁祸首之一 你也知道是看起来的 可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